好,各位聽眾,歡迎大家又到我們望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3月20號,首先這裡有我們紐西蘭的Raymond Wong 大家好 這個同樣是紐西蘭的義德台仰 大家好 馬來西亞馬來勁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贊和分享 還沒按訂閱的,按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們的二台正向報,三台浪冷氣那裡 點贊、分享和訂閱,以臟大中立模式的力量和和平理性的聲音 望向正向浪冷氣,做齊三寶 做壞事一定會被人找到,所以一定要做好事 不要被人揭穿,不要床頭露尾就是這樣 我們都床頭露尾,有人說沒有開樣子 喂,開了樣子就有更多床頭露尾的人對付我們 哈哈哈哈 我們本身就不怕開樣子 有些網友我們之前也有做過網聚 主要不開樣子的原因就是我們還是要保護家人 是啊,你也知道那些人說禍必及妻儀的嘛 是吧? 我們最好穩定的 死全家的,死全家 死全家嘛,每天被人揍,每次買六、四、九都不中就不過癮了 哈哈哈哈 上次那張,你有沒有幫我對到啊? 對到啦,中了,中了我一定會分一半給你,你放心 一半給我都搞錯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分了全部給你啦 哈哈哈哈 中了才算啦 唉,中了的話,我也不知道自己會怎樣的 中了就由早到晚直播啊,你老闆 好啦,我們先說一些正路先 我們說過做壞事一定會被人抓到的嘛 那這次是誰做壞事被人抓到呢? 啊,就是,話說有間東西叫龍門啊 啊,就是足球小將啊,林元三都頂不住啊 有間東西叫龍門,龍門餐室 近來就被人爆喔 就是,好像任小志強不斷 猛虎射球不斷進去 踢完一,踢完一,踢完一球又一球,這樣 打進去啊 衝,快搶弓 射啊射,射他吧 扭得好,踢得鬼馬 可稱吧,只有他 哈哈哈哈,射爆他 我們六個人都不夠打七人足球啊 但是,都可以射爆龍門的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龍門,好笑啊,這陣子 其實,我們最早都很早以前都說啦 他們這些所謂的黃色經濟圈 根本就是黃泉經濟圈來的 就是害人們去死的 啊,還有他們是一定會 我狗搶市一定會內控的 還有,一定是只有 最後剩下的就是一兩間大野 其他的那些黃色小店 全部蓋棋 這個是事實來的,一看就看得到 因為他們那幫人 有一幫人呢,根本就是精明的生意人 他根本是沒有政治理念的 只不過是假裝黃 去騙那些黃有錢的 我們一早已經看穿這種東西 其實,你說老蕭是不是真的是黃有 我坦白跟你說,老蕭肯定不是啦 老蕭他以前說的東西 跟我們現在說的東西其實是相類似的 是沒有什麼分別,真的 如果你看回他 就算五年前說的東西跟我們現在說的東西 都不是差別得很大 是啊,但是 他竟然可以自己變身成為一個 最黃的KOL 你想一下 這件事裡面有些什麼 自己想一想,都是為了錢的字而已 大哥 你一看就知道了 好了,說回龍門先 龍門 不是龍門客棧 不是周潤發那套龍門客棧 就是 不是周潤發啊 梁家輝啊 我忘記了 有恩子丹 記錯了 記錯了 因為我經常都撈亂了那齣戲和和平飯店 因為他客棧和飯店都差不多 哈哈哈哈 開玩笑而已 大家搞一下氣氛 好了 看看這個圖片吧 不如,好嗎 倫敦人妻先生手記 倫敦人妻先生手記是什麼呢 他就是一個銀號來的 那個銀號呢 還有一個 一個銀號呢 還有一個 其實這個HFV家的status 就是他 那些人傳他出來 是 他好像之前都承認了 那個倫敦人妻先生 那不是倫敦人妻先生 是兩樣東西 首先要說 這個倫敦人妻先生 就是踢爆那個倫敦人妻先生 而開出來的page來的 就是一定要說得很清楚 就是這個Facebook上面 有很多這些古靈精怪page的 那當然我們 就是我們 我們《芒向報》 都是其中一個這些古靈精怪的page 以前 就是特地是追擊 那個黃毓民的 那 那 現在當然 現在就是 當然變了 就是 他們原先那幫人呢 都被我們著巢勾佔了 原先那幫人呢 就走了 走了 那跟我們現在這幫人呢 是不同的 就是我們是有 拿了他的招牌 但是班底是不一致的 就是他們其實那時候搞 就是 怎麼說 攻擊黃毓民 或者追擊黃毓民的時候 其實是多過現在很多人 不是只有六個人 那時候是有幾十人的 差不多 這麼多的 是啊 是啊 蔡東尼 蔡東尼 不是蔡東尼 別搞錯 人家經常說 你們收蔡東尼錢 那個是蔡東尼 蔡東尼 他沒有付錢而已 還要是 他沒有付錢 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他們收了錢 我們一毛錢都沒有 我是義工 是開玩笑的 那時候大飛跟我說 其實他們有錢 你可以問他拿回 我跟他說當然不用了 不用了 算了 很小事而已 那些事情 現在講講這個了 倫敦人 C先生說什麼呢 哈 真還是假的 滿口仁義道德 現在整天要幫年輕人 尋求出路 時錢財如 奮土 零洩六十萬 都要和庫林各席 量心經濟圈 哎 這個量當然不是那個量 是量薄的量 量心經濟圈 創辦 以及唯一參加單位 隆敏兵師 X 香港人的兵室資源 分享中心 老闆請 請學 什麼 請學成員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寫什麼啊 做美甲師 沒有時薪 沒有底薪 要五折不特止 連貼士都要 不落美甲師袋 這些就是 張進傑的良心 麻煩龍門老闆出來 澄清一下 即是這位龍門老闆 開了當野 就是什麼龍門兵室 香港人的兵室 資源分享 好像香港人的兵室都沒有了 是嗎 收拾了 收拾了 即是其實他想 他是想借這件事 就發大來搞的 就開了什麼兵室啊 指甲油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還有這個龍門man仔 那些這樣的 是啊 搞到很大的 一南這樣去的 但是他就說 我幫你們這些義士找工作 那你們是學不起甲 我就可以藉著龍門兵室 拉生意 那些這樣的壞事 那些 好什麼的 下面有幾張圖 那我講一下 現在是連登大爆的 美甲幫他那些人 聽說 香港人 裝修單東西都說 培訓手足 一進入 一公裏面 又 給手足中間 吃很多水 即是他又整當香港人裝修 跟人家拉生意 然後就什麼 那 這個美甲底薪 美甲時薪底薪都沒有 只要抽涌 還要 還要做文件事 自己聯絡客 嘩 自己找到客 我上門幫人做 要不要在你的店裡做 要不要去他的店裡做 要不要去他的店裡做 所以 所以 我講現實情況給大家聽 我們 整天都叫人去工聯會 去學上課 去工聯會真是好的 你入了會是會員費很便宜 你去學那些課程 學完之後一技之長 你自己開檔都可以 要不要去別人那裡 又要被人抓壓 其實這個黃泉經濟圈 根本就是 一個 掌壓社會基層的機器 根本就是 他根本就是想 把龍門搞成頭把 然後就叫你們這班人 Franchise 那種玩法 很明顯是 玩Franch工廠 血汗工廠 你講麻煩是嗎 血汗工廠 後來已經變了血汗工廠 其實這一種手法在內地是有的 我告訴你 內地就不是美甲 就是不是自己 內地的重要點 就是要自己帶錢去那個 指甲店那裡 但是呢 人家有生意 人家有生意 你給了錢 他當作交租而已 那其實是OK的 如果是內地的那種做法 但是他不是 他這檔根本 根本連底薪也沒有 然後還要這樣說 沒有生意 最嚴重的是他的店 你有生意的店 你做這個模特兒 OK 大家找到吃 大家開心 不是的 現在他們這些混蛋 全部沒有生意的 是啊 他特地開了個班 的 批准夾班 畢業生已經多於八位 那他下面列了那些什麼 紅磅 那麼多啊?八位? 是啊 有什麼紅磅 但是問題是 他特地去請一個黃人道師姓陳 去幫他 哦 但是做到管到差不多 打定好了 竟然把別人的黃絲趕走了 嗯? 那位姓陳的趕走了 然後自己吞掉 做這些事情 哦 就是跟老蕭的手法一樣 不過我比老蕭還狠 這個人 這個真是狠樣 這個就是香港狠人 香港狠 你這樣怎麼維持呢? 我都不太明白 你一下子就踢走人 你當正自己黃絲 就大歪了 現在 是啊 因為他還有一些水軍可以抹黑你 其實他們最厲害就是這一套 做來做去 其實現在某些人做的都是這些 他找一些水軍來搞你 然後你說什麼都是錯的 我們現在都承受這一種攻擊 我們現在說什麼 我們說一些很正面的事情 不是一樣來攻擊 你正面的事情都可以攻擊的 其實他們現在就是做壞事都要攻擊人 其實就是進化了一步 其實他們那邊就更加邪惡 不過邪惡的人都差不多 只有程度的分別而已 就是你正常人 就怎麼會黏在他們這些人上 說真的 不好意思 你講得對 你講得對 就是這樣的說 龍門水軍抹黑 前義務美甲導師陳老師 不停的 他說其實這個陳老師已經有這麼一年多 完全出於對手足的外 才會主獨聯絡龍門 義務提供免費的美甲教學 後來因為不止龍門所作所為 離開龍門 龍門怕陳老師會公開真相 就用各種方法散布謠言 去抹黑陳老師 這樣說 陳老師是什麼人呢 都很慘 他現在是忍受著身體上下不適 因為不停給那些人 壓力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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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軍算是什麼人 是吧 網絡欺凌 基本上就是 為什麼解釋多一件事 為什麼現在黃營那邊 會傳這麼多這些東西出來 其實我告訴大家 黃營從來都不是一個團結的群體 所以我們經常做一件事 就是要 那些淺黃的人 氣暗投明 希望他們 其實現在淺黃有一幫人在做這件事 叫人脫離心亡 其實大家都看到一件事 在這個立法會選舉 激進力量 其實根本就是會扯散傳統 他們傳統泛民的票 在建制也是一樣 激進的藍營是絕對會扯散傳統建制的票 是一定會的 但是呢 你是可以可控的 我覺得 但是呢 如果在建制派 如果大家 不互相攻擊是可控的 這件事 但是在傳統這個 泛民的陣營裏面 這件事是控制不了的 他們是控制不了 那些人出多少條票 如果他們出很多條票 扯散了票 那他們自己就糟糕了 其實現在有人在做一件事 就是 要把那個餅 其實不是把那個餅 是把那些人血饅頭撥回去傳統泛民那裏 那裏 你這樣做的話 其實是 我覺得都是很無恥的 那幫人 其實那幫手足也都會出手 我那幫黑暴手足 其實他們現在攻擊這個陳老師 他遲些也都會攻擊主流傳統的泛民 為什麼我們經常都說 建制派那些人 是比較可以操縱呢 就是因為建制派 其實有一部分人 那個思考 其實是絕大部分人 他們不會聽網台 什麼差都不聽 電視也不看 但他們是一定投給民建聯 和工聯會 他們那幫人 是很穩陣的 他們不會這樣被扯走了 現在你扯走了那幫人 其實根本上本來已經不是投票的 本來力量就很小 就是激艦的力量 所以 我們經常都說的 就是你 各有各做 不要由頭到尾互相攻擊 就是別人說不同的東西 不代表 不支持整個香港好 是支持整個香港好 但是你 找些水軍來攻擊我們 其實一點用都沒有 我們那些聽眾 不是那麼容易 而被你攻擊幾次就能跑掉 那些人來的 有多少聽眾叫我不要道歉 不要向政壇伸手道歉 但是我也要 譯他們意 應該今晚我就會做的 問題是 其實你要看看整個大局 大局現在他們亂 你自己不能亂的 這邊 我不是說我 完全偏向建制 但是現在比較正常的力量 就是傳統建制 那你應該支持傳統建制 是不是 我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他們那邊 當然是亂差這樣搞 從頭到尾都是亂來的 就是以前 以前都好些 以前 民主黨一定不會支持暴力抗爭 是一定不會的 但是 當然它 是變了質 你看到有個很大的分別 就算佔中的時候 在香港島那邊的佔領運動 沒有暴力的 就是民主黨那幫人主導 那時候 民主黨 高民黨那些人主導 就是肥佬黎 上一輩那幫 上一輩那幫人主導 沒有暴力 但是 現在他們那幫人收了工 就被鄺俊宇 和許智峯那些人主導 那他們就 跟那幫暴力友在一起 所以 這件事是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 比較上了年紀的 民主黨的支持者 幫一下建制 撥過來這邊 因為其實是可以做得到 我們自己知道有很多網友 以前都是投民主黨 長期都是投民主黨 還有公民黨 現在是把他們撥過來這邊 做一些正常的事情 不要搞到社會爛了 因為如果社會爛了的話 就 一顆完整的蛋都沒有了 不要說雞蛋與高牆 沒有人叫你自己撥 撥頭埋牆 這個世界 現在他們那幫人 全部撥頭埋牆 你撥到龍門 還要撥柱 一聲撥 撥到龍門 撥到龍門都可能 都還好一點 遠 撥柱 撥柱 他們這幫腹肌 全部都是撥柱 不好意思啊嘉誠 你是不是有話想說 那沒什麼 我們就說一下 這位人兄就不停地 在這裡 撥著這個龍門老闆 的 就說 上個禮拜 新鮮滾熱辣的龍門老闆 訪問 親口說 租了一個牆 就交給美甲師們 自負營規遠 就是他自己特地 特地 陳老師找這位龍門 就說 開班 幫幫美甲師做事 就是 等手足 所謂手足 可能是 出了事 有一技旁生 但是 誰知道 他自己趕走了 說 龍門 美甲師是沒有底薪 五五分成是市場規矩 這麼說 張俊傑 即是一位龍門老闆 說 租了一個牆 給美甲師自負營規 原來私底下 龍門的美容院 抽了美甲師一半勇 都不只念 貼士都不放過 代替公司袋 龍門義務美甲道師 陳小姐 即是陳老師 也都已經證實 有三位店員所言屬實 還說 龍門美容院 找一班學員 笨 陳小姐是 不肖龍門美容院 根本毫無初心 才離開 然後 龍門狗 即是龍門那班 那班 水軍 散布謠言 懶你陳小姐已經澄清解釋 繼續老闊陳小姐羞恿 試圖幫老闆洗白 龍門老闆說一套 做一套 欺騙公眾 等於公眾以為 光顧了美甲師之後 就是幫美甲師 有收入 即是等於某些人 就說 就是 我不知道會不會 我們開餐廳 找這班人去做 這個叫什麼 做侍應一樣 那種 保護山 是吧 保護山 對 根本只是哄公眾落答 消費 甚至超過消費的編局 就是這樣 還有一大段 龍門聖 龍門老闆聖 想得去光顧的 都是有心給錢手足的同路人 美甲這些東西 加二樣加那樣加那些加那些 分分鐘四五百元買單 貼士更加不用說 有時去龍門整完 夾二比二百四元的 就直接 給了三百元不用抓啊 這個龍門老闆就是看準一點 無量刀 連美甲師門的貼士都不放過啊 這樣說 其實 如果 我剛才說 內地都有類似的情況 貼士是不用拆的 如果我的理解就是 貼士是不用拆數的 周圍都不用的 周圍 我不知道 周圍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內地的規矩就是不用拆數 就是你 如果買了位置在那裏做的話 你的收入就是貼士 主要收入就是貼士 再稅一些 再稅一些 加東西 就是你賺那個 就是你抽勇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公司抽勇 是你抽勇 是啊 就是 龍門的這種做法是很無量 就是 是很不良僱主來的 但是當然他不是僱主 他這些是自僱人士 他是編局 整個是編局 他是 利用了這班所謂 黃人 用了所有人的同情心 去做 就是 基本上 是等於有些人 抓小孩回來 然後逼他們做黑衣 那些無良改邦 是一模一樣的 是啊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而且他們是特地逼他們犯法 就是用一些 假的 就是政治 理念 去逼他們犯法 其實他犯了法之後 他實際工作的選擇就少了 你被迫在這些 所謂的良心企業裡找到 但是其實就是一些 沒有一些 正常的那個糧 就是沒有那個糧心 是糧薄的那個糧就有 啊 你說多糟糕啊 其實就是一代年青人 就被這班人害死 是 還要破壞三官 還要一個正直的人 經歷過這些事情的人 那個善惡之心 所謂三官 好像社長你說的 是三官破壞 是啊 三官 沒錯 三官完全難賊 但是 希望他們醒 其實正常的社會 是會接納到這些人 但是他首先要放棄了 他這些極端的政治思維 是 放棄了極端的政治思想 他條路是可以走得很闊的 我跟他們說 他們當然未必聽到這個節目 但是 我們都沒有辦法 我們盡量說 狂鬧是沒有意思的 其實我們 講真的 有些人說我們經常罵建制的人 其實都很少 其實我們很少罵人 如果你看我們千多節節目 罵人可能 截不到 截不到二分一 或者截不到四分一 罵得最高的那個就是 魯蕭 一千節 魯蕭有千多節 我看鏡 他肯定沒有看我們節目 是周鴻 其實我們罵泛民怨 比罵建制多 有些建制的人在吹嘴 就說 莫向尊是罵建制的 其實對不起 真的沒有 你拿些數據出來看一看就知道 我們絕對是罵 黃色那邊的那些人 就是多很多 絕對是多很多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就被人說 是假裝中立 因為為什麼呢 黃色那些人就說 你罵我們這麼多 怎麼是中立 建制的人就說 你罵我們 他又沒有說多少 怎麼會是中立 罵我們一定是加藍則王 是 現實呢 你要拿一個公信力 你要做到一個公信力的 比較有公信力的網台出來 你是一定要每邊都罵些的 你不可以完全不罵人 你完全不罵人 好像港台那樣 港台?港台就是 是啊 只是執中黃色那邊 是啊 是啊 完全不講公道話 是啊 你說公道話 就一定會踩到人的尾巴 除非你全部純粹講學術 純粹評論 但是評論呢 就是有些人呢 就覺得評論是不應該踩到人的 但是不是的 因為我們評論呢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沒有罵人的 但是人家就會罵我們 那你不如去罵一下其他人 其他大堆人有評論的 其實不是只是我們評論 評論都不行 那算怎樣呢 就是評論就污衊為這個 辱罵嘛 有些人是這樣說 分化 分化 其實分化社會的就是黃藍 我跟大家講 這個是真實 事實上這個社會 為什麼現在會化得這麼厲害 就是其實最主要是黃藍的 黃藍他講一件事 就叫做飛黃即藍 那你動了一支藍旗出來 那他其實 他就要說飛黃 那支旗叫飛黃 他就說 對方就說飛黃即藍 是啊 那不要緊要 這個我覺得 大家可以合作到 團結最多的人 但是 就是有些事情 不能調和的 那些矛盾 如果有些人是監人乃後的 那些你調和不了 是不是 你要尊重人 有自由意志才行的 就算國內都尊重人民 有自由的意志 是不是 你不可以逼人去做一件事 這件事是很多人很反感的 就是逼人做一件事 其實為什麼他們現在那些 黃色經濟圈全部會爆了 就是 逼人做一件事 逼人做 你那些有錢 你那些算是有錢的人 在這個經濟圈裡面 逼人做一些他們不想做的事 那就糟糕了 這個世界從來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 這一次時間應該差不多了 好像 差不多了 我們會慢慢慢慢把這個 龍門射爆他 因為他 還有很多故事 謝謝你